格鲁吉亚议会大选投票 星期六落下帷幕 官方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 在超过七成的选区里 赢得了93%的选票 而反对党只获得38%的选票 虽然重视计票结果还没出炉 但是反对党支持者 在听闻败选消息之后 难掩失望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民主党统一民族运动党领导人 说明 但有着很多事 但不及时 没有什么事 我说你只能说 你这种反对党统一民族运动党领导人 如果对党统一民族运动党领导人 所以我没有想到 针对初步结果 反对党统一民族运动党领导人 博库恰瓦表示不接受选举结果 更称执政党是在企图窃取格鲁吉亚的未来 格鲁吉亚这次的选举被视为一个分水岭 将决定格鲁吉亚在乌克兰战争中 是向西方靠拢还是回靠俄罗斯 虽然初步结果显示亲俄的执政党获胜 但是亲西方的反对党谴责这是宪法政变 并可能对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希望造成打击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地比利斯和西方的关系急剧下降 和许多西方盟友不同 格鲁吉亚拒绝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而格鲁吉亚梦想党的言论也越来越亲额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